at这个功能的一个开端 就是at这个回复 我们先把这个 出入微博的时候 可以让他at我们的关注人 以及可以回复这个功能先做起来 那个消息通知呢 比如说你at了我之后 我已经到页面了之后 我要知道 我得到消息通知说你at了我了 或者是别人at了我了 对吧 这个呢 我们下一部分再做啊 我们分开两部分 要不然的话就内容太多 讲下来有点乱 好 那我们就一点一点来 先把这个at和回复 这个基本的功能做出来 首先呢 我们要做一个at功能 就是我们的输入的时候呢 要能去at一个我们的关注人 at完之后 能去显示一下这个at的用户 显示就是说我们at完之后 我们怎么得有一个链接 链过去吧 对吧 at是一个人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就是回复我们吧 把回复做一下 然后呢 就是单元测试啊 这会儿也有单元测试啊 其实这一部分呢 最主要的工作都在前端来做啊 所以说我们后端呢 也需要一些借口来配合 所以说前端的东西呢 我们也详细的去讲一下 代码不会一行一行写 但是我会告诉你说 我们怎么能做出来 好 首先我们第一个 这个at功能呢 我们没有自己写啊 我们使用这个at s这个东西 我们去gitHub 怎么去搜这个at s就能搜出来 第一个就是啊 然后我们看看怎么去用 然后呢 去开发接口 因为at是at的谁啊 at是你的关注人 对吧 每个人的关注人都不一样 对吧 可能是我关注了张三 可能是你关注了李四 所以说at的时候 那个关注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后端提供一个接口 把我们自己的关注人呢 都给它开放出来 我们之前呢 有一个个人主页右侧 有个关注人列表 但是那关注列表 没有开放一个API 它只是一个渲染到页面上而已 所以说我们正好借助那个功能 去把这个接口开放出来 好 最后呢 是显示at的用户的链接 比如说我们at完用户之后呢 我们得分析一下 我们at的用户的用户名是谁 尼圣是谁 然后把一个链接给它拼出来 然后让at完这个用户之后 在我微博的主体中 可以有一个链接去显示出来 这个功能 我想大家应该经常用 对吧 所以说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行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不管后面先做什么 我们先把这个git分支给做一下 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多少分支 我们现在已经有什么create blog fines home login 还有prefile 还有square 还有user setting 这些分支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再新建一个分支 checkouts叫 future at 这样的话 比较好理解 at 完成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叫at.js 我们去git hub里面上去搜啊 搜这个at.js 然后找到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 找到之后呢 叫itrod 对吧 或者itrod 是itrod 找到这个链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库啊 这个库呢 其实他 最近我刚发现 他说这个项目 已经慢慢不维护了 然后转到一个新的一个仓库中 这个新的仓库呢 我对比了一下啊 我发现这个新的仓库的 这个star 比较少 比较少就说明他 可能是 关注的人比较少 用的人比较少啊 所以说 我们呢 还是建议这个仓库 就这个仓库的star比较多 这个仓库的star是5000多个 就说明他 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仓库 然后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去做这个功能啊 他里面其实都有描述 引用箱的gs 他是依赖于这个gcord的 正好是我们的课程 也是依赖于gcord的 然后 大家看 引用完之后呢 引用完之后 我们直接用一个叫 显得系点 atwho 他是这块插件 对吧 atwho 然后完事之后呢 at是这个 就是我们要监听 书的这个字符是at 对吧 然后data里面 显示一个数据就行了 很简单 对吧 显示一个数据就行了 那相应的 我们的代码中 也要去把这个事情搞出来 我们看我们代码中 我们看一下 我们应该是在输入框里面 去做at的功能 对吧 那我们就找到这个 vgc 这里面有一个 input的 egs 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们之前有这个代码 我们给注释了 大家看这个 我们先解决注释 就最后这个 s功能解决注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选择输入框的 那个gcord的对象 对吧 atwho atwho正好是 我们先保存一下 就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正好是 这个地方的一个文档说明 对吧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data 它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一个数组 它是静态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显示的 应该是个动态的 就是说我要 apiuser atlease 就这个地方 我要返回一个什么呢 我要返回一个 因为我们首页是 每个人进来之后 它都有自己的这个 atle表 对吧 都有自己的关注人 所以说我们 通过这个请求 来去把这个 自己的atle表 给它做一下 等会我们把这个api 给开发一下 然后啊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上面 它显示的 这些css啊 gcord已经引 这不用说了 css 还有这两个gs 我们都在什么地方引的呢 我们都在这个hider里面引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layout里面 hider里面 大家看 这里面 hider里面 就是如果是有一个 asimport blog 就是如果我们要 传入一个 这么一个变量的话 asimport blog 这个变量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就会引用这个css 还有这两个gs 也就是说 我们引用的是 这个css 这两个gs 对吧 这块是我们 我那种统一引的 ok 那前段代码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这个人先试一下吧 先体验这个功能 大家可能都没用过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把这个 代码里面的这个 给它拷过来 拷过来之后呢 我们先试一下 然后我们npm rundv 好 我们刷新首页 好 需要登录 对吧 张三吧 ok 好 张三现在关注人 是没有的 对吧 但是呢 我们代码中 是没有写关注人 我们代码中 是用的这种 Peter Tom和n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输入这个p 或t或a 是不是能 给它n的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 在输入框中 然后我们输入at 大家看已经出来了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三个 就是我们代码中 写的这三个 然后我们比如说 我们输入个p ok这样就出来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 随便写一些文字 然后再点一个at 这个地方点at 是需要空格的 空格之后点at 然后比如说 再用那个键盘 去选择下一个tom 然后再需要 随便输入一些 然后再空格at 然后再输入个a 好 它直接定位到这个any 这个名字上 ok 这个时候我们去点发表 其实发表出来之后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其实它就是传言文本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说过这个地方 我们要显示 at用户的链接 然后我们就需要 把这个传言文本 变成一个链接 对吧 你at完之后 你不能是at这个传言文本 你得按着一个链接 就能链到用户上去 好 那显示这个 at用户的链接呢 我们后面 接下来下一节再说 我们先把这个 这块 我们先给它注视掉 我们先把这个 接口给它做出来 好 做接口呢 先root里面 api里面 我们在这个 user里面去做 做这个接口 这里面呢 已经有一些 什么登录 读色的一些接口了 然后我们在最后 我们再做一个 叫做 这个at 获取at列表 对吧 获取at列表 at列表是谁呢 其实就是 关注人列表 对吧 好 router.get 我们接口是 apiuser getlist getatlist 我们用这个 这个呢 也是需要一个 lockingcheckout 这个肯定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再处理 自己的逻辑 好 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获取 自己的关注人 对吧 最后自己的关注人 肯定是需要 自己的一个ID的 通过ID查询 关注人 我们就可以通过 一个ctx.session.use.info 我们从Session里面 就把ID取出来 然后复给 用的ID这个变量 因为ID这个 太泛泛了 然后呢 我们通过 我们之前做 那个Service里面 这个UterRelation 这个Relation 应该是有一个 叫getfollowers byUser OK 它输入一个ID 对吧 然后getfollowers byUser 就输入一个User 就能把这个人的 这个followers 就是关注人 获取出来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看 有没有引用 应该是没有引用 没有引用 我们就引一下 差点忘了 我们这个地方是root 对吧 我们入室 就不能直接引这个 Service里面 我们应该是 引Controller里面的东西 大家注意这个层级关系 我刚才差点忘了 好 这里面我们看一下 有个getfollowers 用这个 是Controller里面的 有的是relation的结束 我们就用getfollowers 用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注意层次关系 路由里面 不能直接引Service里面的东西 路由里面应该是 引Controller里面的东西 对吧 好 然后我们这么引 getfollowers 然后通过 Controller里面的 Controller里面 userrelation 然后getfollowers 这个里面 我们看一下 results 复制称 awaits getfollowers 然后把U的RD 传进去 对吧 这个没问题 然后它返回的是什么 它返回的是一个 Count和一个 followers list 对吧 当然它是返回 通过ServiceModel 返回的 所以说我们在 data里面去找 然后就是 我们需要的 其实就是一个 followers list 对吧 然后从它的这个 results.data里面去 就找出来 然后 前端需要的是个什么 前端需要的是一个数组 对吧 数组里面的每一项 是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那种 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 但最终它是一个 字符串的数组 所以说我们最后 要把这个数据处理一下 这个数据也是一个数组 但是它每个数据中 是一个对象 对吧 所以说我们 比如说定一个叫做list list 或者成 followers list map 我们给它处理一下 它里面每一个 都是个user 处理一下 让我们数组里面 反馈的应该是 字符串 对吧 然后字符串里面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了 user.nickname 然后加上一个横线 然后再来一个 user.nickname 里面返回的一个结果 是个什么 它应该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结果 比如说我们要 返回这个张三 里四的话 就是 返回一个张三 然后横格 张三 然后是呢 里四 这是倪称 对吧 横格 里四 好 然后再有其他的人 再有其他的人 就是倪称 横线 比如说 就后面 就这样 对吧 它这么一个格式 然后出来的数组呢 应该是这么一个格式 那这么一个格式 我们S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是以这个 倪称为主的 对吧 因为它是在前面嘛 那为什么要把用户名 给写上呢 因为很多人的倪称 都是一样的 现在中国人 那个小孩取名字 好多人的名字 都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倪称有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 把一个用户名 给它追上 加在后边去 那用户名不可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通过 倪称加用户名 可能是能把这个用户 给分出来的 去分出来 如果只输入倪称的话 倪称万一重复了 我们根本分不出 谁是谁 格式入 好 我们注释就留这吧 然后我们就完事了 完事之后 我们看服务已经重启 我们刷新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个张三 他是没有关注人的 所以我们add 谁也add不出来 然后我们视野 他是不是有请求啊 没有add出来 没关系 是不是有请求 然后add 他没有发请求 我看一下 cast at least 那我们换理四试一下 这有了 已经有了 他没有对吧 cast at least 这个请求 反复的数据是个空数度 那我们换理四试一下 因为张三 他实际上没关注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 让他去关注一下理四 关注一下理四 然后我们到首页来 好 张三现在已经关注了理四 然后我们再去add 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好 他是不是已经有理四了 对吧 有理四了 好 这个时候 因为理四的尼称 现在还是理四 我们可以 这样吧 我们在 为了演示这个尼称 我们把张三的尼称改一下 好 成功之后 我们看一下张三的尼称改了 然后我们退出登录 然后我们退出登录 以理四的方式来去登录 好 现在理四的观众人成张三 对吧 然后我们add一下 这个时候呢 这个张三这个尼称就出来了 然后张三出来了 对吧 然后比如说 ass张三 你好 好 这样的话 就已经出来了 至少说我们 已经把这个 关注人给弄出来了 如果是两个关注人呢 我们这个地方 就会显示两个 对吧 因为刚才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demo也看了 如果两个的话 就显示两个 如果三个的话 就会显示三个 对吧 但我们这只有一个 所以就显示一个 那至少是我们 那个ass功能能出来 ass功能出来之后呢 而且 它是可以发表的 只不过发表完之后呢 它是这么一种形式 这么一种形式呢 其实不是很符合 我们的预期 对吧 你看到的 所有的微博的功能 也不是说 一个传闻本 就完事了 那肯定是一个链接 对吧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 把这个链接 再来做一下 谢谢大家